公式最大不一样是除了列会变更之外 蓝也会变更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稍微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先处理列好了 列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你一样先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但是你要贴的话 贴记得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我们每个月的其他 那一样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样产生那个列回圈 for i 等于 但你这边向下向右 其实这两个其实连倒也OK 反正先列或先蓝都没有关系 然后呢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接下来输出的除尘格就输出到sales的 爱列的直接放在追栏就可以了 等于什么等于那个公式 那你就把那个公式贴上 不过贴上的话 一样的原则就是如果里面 假如有双引号的话 记得你要把它补一下 补两个 所以这边贴上之前 你就用取代的 不过这个看起来好像并不多 这边好像两个把它再补两个 这边两个再补两个 或者你用取代也可以 第一个规则 但是如果你现在假如你把它丢出去的话 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呢 假如我这边切到VBA这边 那我让它全部跑一下 假设这边 刚刚这OK 底下的话OK 我们就直接这边设个中段 让它停下来 OK停在这边 比如说我是一按2019 然后可以按确定 然后它会输出第一天 并且帮我丢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 它现在的状态 虽然都有丢 但是全部 都是 那个1月2号 那所以我要怎么让它变化呢 当然第一个 我让它往下的时候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这个列号 2变成3 3变成4 这个做法其实跟 那个之前的那个蛮像的 就是这个2有没有一个两个三个 那这三个呢 我可以怎么把它变I就可以 所以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end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 中间把它空白 那因为会有三个 所以把它复制 这个应该都熟练了 OK那就照着做就OK了 好贴上 好这样子 那因为我刚刚设个中段点 所以城市还没跑完 我再把它拉回去 让它重跑 好 重跑意思说 反正你再帮我跑一遍 OK执行一下 它这边有个中段点 你加是这样加 有没有 它就停在这边 如果你将来不要了 不要让它停的话 你就把它再点一下 它就取消了 它就不会 这个叫中段点 OK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假设你城市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让它停下 OK 然后把它移到上面 重跑一遍 重跑 OK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帮我把它全部都跑 不过我看 变三 把它全部全部重跑好了 OK 这让它全部再来过好了 全部 我这应该有 再仔细一下 先把它清除掉 重来一下 然后我一样输入 这个 2019 然后它帮我丢第一天 输出每个月 那再来的话 看一下 这个 丢过来东西 A3 怎么知道A3 A4 A5 变多1了 有没有 本来应该是 2的 结果变3 它变4了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怎么样 I好像多1 对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从3开始 可是我要是2 所以它多1了 所以很简单 把它怎么 减1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刚刚的错误 把这边修正一下 减1 全部都把它减1 OK 然后呢 再把它 重新再跑一遍好了 这个把它停止 清除掉 重新再来跑 2019 来按确定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 列的部分 应该OK了 有没有 但是目前 只有1月份 但是2月份 怎么办呢 理论上应该 把它换到 下一栏的话 应该 这个要变2月 这边要3月 那怎么样变2月呢 关键地方就是 A要变成B B要变成C 当它是第一栏的时候 它是A 第二栏的时候是B 这个做法跟刚刚一样 对 所以做法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如果会的话 以后满多地方都可以套用的 那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这边呢 Enter一下 先加一个Column 把它复制过来 但是因为我刚好 追它等于2开始 这个是从2开始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A拿掉 反正呢 1就是抓A嘛 B就是抓2 其实它有点像转换嘛 1帮我转成A 2帮我转成B啦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A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 把它改成MID 然后改法的话 跟刚刚一样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呢 照刚刚的方法试试看 不过这个可能比较 稍微困难一点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 画面先画给各位 一个问题 但问题是 它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我还没 把那个A变成B 所以你会发现它底下都还是 1月份 1月的到31OK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改一下 把这个A变成B 所以这边是A 刚好第一栏 B刚好第二栏 OK 那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不过串接的话 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 怎么串 第一个 一样在上面增加一个字串 里面的话就不用AA了 直接ABCD 刚好第一个字就A 如果当J等于1的话 就抓A 当J等于2就抓B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A 把它做修改 那改的话就是把它变成J J之后再把它用配合MID 去切割上面这个字串 把那个字放到这边来 那只是问题特别注意 你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字串 刚好A是在最右边 那最右边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说像之前 像那个刚刚爱一样 你就直接把这个A删掉 因为它是在最右边嘛 所以如果它在最右边 你就把它删掉之后 在它的字串的隔壁先空白 一个AND 在一个空白加一个J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后只要跟这个字串串 那后面的话不用啦 因为它本来就在最右边嘛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你不需要说像之前一样 我们如果那个之前是 之前就是把它选起来嘛 然后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嘛 双引号两个 然后ANDAND移到中间加一个J 不过你会发现哦 假设空白 这样会多一个什么 JAND这个 那这个有点多余啊 你应该知道啊 JAND一个没有东西 这不是多出来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但是我之前有讲哦 我讲说直接ANDJ啊 很多同学突然脑筋转过啊 所以我特别这边讲一下哦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不然的话我都没有讲 老师你这个怎么又跟之前又不一样了哦 突然脑筋又转打 又打结了 OK哦 大家知道一下啦 以后如果这些都会啊 我跟各位讲哦 你VPA大体上哦 你要一键完成很多事情是就变得很简单了 以前你的VPA 你Share里面有公式的 你都可以拿来用同样的方法 真的是可以一键完成很多报表 没有问题哦 然后面这个就可以不用了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原来的A哦 我再讲一遍哦 原来的A在最右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 先空一格AND 再空一格J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要串在最右边 就是空一格AND 空一格那个变数 好啊 可是问题我们现在这个J的话呢 它是1 1再加上2 1 2 这什么东西看不懂 所以必须要把E改成A嘛 所以我们就用刚刚的方法 用MID 前面加一个MID 钱瓜糊 然后去切割Column J就是放在这个 第二个参数 逗点一个字 意思就是说 根据这个J 去取得它如果E的话就变第一个字过来 OK这个 所以基本上哦 这个MID的意思就是把它如果是E的话 那就把A帮我带过来 就是E转换成A的意思啦 OK就是这个意思 那B如果2的话呢就转成B 意思类推 写就写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重要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而且我已经写了 虽然已经想不出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应该没有 如果有的话你们再跟我讲一下 好那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A有没有 后面再加 当然如果你够厉害的话不用重写 好不过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不然你就从 特别最后 这一串AND有没有 一直到这里 复制一下 把它A先拿掉 放到哪里放到这里 这样就OK了 多一个空白 OK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再把它这个A 这边有个A 那一样在旁边这样把它贴上 然后这样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完成之后的话 理论上 如果没有做错啦 不过这个可能难度蛮高 所以我上礼拜跟各位讲 我有把答案都放云端上 但是难度非常的高 你们回去自己再玩吗 当然如果今天还是不太懂 没有关系 回去再花一点时间吧 因为可能你们现在的功力还不到 但是总有一天你可以的啦 OK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输入哪一天 比如2019 2021好了 换一个日期 按确定 那一样呢就是帮我把这个每个月第一天先产生 再产生底下的 它其实就是这个范围跑完换下一个 然后就把每一天每一天公司丢进来 没问题 1月2月3月到12月没问题 然后再把格式加上 格式怎么加上去呢 因为前面有写过了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如果前面有写过一个叫格式化日期 那你可以在这边用关键字call call那个格式化日期 它就自动帮你孤架那个sug 就不用重写 OK 那也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达到一键完成 123 四个动作 OK 那这边的话 一样我就把它放在云端上面这一段 一模一样 我把它再改一下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欢迎订阅 小仆